一行七人菲律宾籍的游客包车到南投荷欢山赏雪 却不幸碰上了车祸 意外瞬间画面曝光 昨天晚上平安夜 台湾籍的女司机开着相行车带游客上山赏雪 下山途中疑似车速过快 刹车失灵 整辆车就失控擦撞护栏 还翻落30公尺深的山谷 一共造成了一车8人有3人骨折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个女司机开着白牌车违规载客 不仅自己重伤住院 还得面临10万元的拔环 后排4个月 后照4个月 公安处灰色香气车呼啸而过 下一秒越过对象车道 重入30公尺深的山谷 再看一次这惊险瞬间 弯道处香气车偏移车道 在几乎没有刹车的状况下 连人带车摔落山谷 快开点 总共8人受困 消防人员10万火机 拿出破坏机具 赶紧将受困的女驾驶救出车外 人家人家人家 女子痛得大声哀嚎顺利脱困 但同一时间还有人卡在后座 大伙们加速救援 救难人人顶着低温浓雾 摸黑救起所有伤者 南投仁埃乡 24号平安夜这天 一群来自菲律宾的三男四女游客 从中立火车站包车到合欢山赏雪 没想到山山途中 经过台14甲线 没封路段 疑似车速过快 整辆乡行车杀不住 掐窗户栏掉落山谷 造成乘客连头台湾籍的女司机 一车八人挂踩 三人骨折受重伤 一个女驾驶就大约110公斤 卡在那个驾驶座 一个卡在副驾的后面 扎他的脚是悬在后面的车窗外面 一趟上水之旅全变了调 众人饱受惊吓 却了解这一行七人的菲律宾旅游团 其中两名是在台工作的一工 邀请好友来台旅游 却发生车祸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这回意外 女司机开着自用车违规载客 不仅让自己受了伤 后续恐怕还得吃上高额罚款 记者 曾荣诚 南同报道 平安夜家族聚餐酒喝多了 结果自家人爆发冲突 新北市新店区在昨天晚上11点多 一群人酒醉起口角 好几个人打成了一团 原来是一名无姓男子喝醉酒 不断向亲戚叫嚣 双方甚至爆发扭打 附近邻居就透露说 这一家人常喝酒 离谱的事一喝多了就会有冲突 就在大门口 几名男子拉拉扯扯动手还爆粗口 深夜大闹其他亲友看不下去 尚且拦阻 平安夜不平静打了好久 终于把大门关上暂时休战 但打到手机都不见了 自家人爆冲突 平安夜家族温馨聚餐 天冷喝高粮酒 喝开后无姓父子准备搭车回家 不过儿子喝得烂醉 在异楼对其他亲戚叫嚣 一群人爆发扭打 那边有什么原因要就是吵架吗 酒喝酒喝多了 你看 酒喝酒 在那一家二楼嘛 常常在吵架 张良一世人大神 才吵到我啊 骂来骂去 闹到附近邻居全听见 警方到场虽然一群人已经打完了 但父子俩还有几分罪意 先带回警局问清楚 你要配合我们啦 我们是来帮你的 警方将无姓父子 待还所安抚情绪 双方不愿提告 同伴之耶诞餐酒后 却和亲戚爆发斗殴 即使都没提告 不过酒醒后 恐怕后悔莫及 记者我们向周周林一起面报道 被公投击欠薪水 一共竟然当街持刀 企图追砍要套钱 这惊悚的过程 发生在新北市卢州 男子拿着西瓜刀当街追逐 真的是吓坏了附近的邻居 远警追查发现 嫌犯原来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 公投欠了他四万元薪水不给 竟然就耍出凶狠手段 但现在离奇的事呢 这一共落网了 但是被害公投却消失无踪 短裤男子把腿狂奔 拼了命向前冲 还不时回头看 就怕后面的人追上来 因为对方满肚子祸 手里还拿着西瓜刀 就怕下一秒被追上 不顾危险穿梭车阵 持刀火爆追逐 附近民众吓坏 活出报警 实践发现在新北市卢州 原来嫌犯是越南籍移工 在台与其居留要讨生活 只能透过介绍到工地打黑工 但是碰上这名离姓公投 疑似就是看准他是逃逸移工 欠了薪水四万元迟迟不给钱 这让移工相当不满 活气一来拿着西瓜刀 跑到公投住处寻仇讨债 看到人就狂追 警方追查两小时 终于在附近逮到人 根据了解丁信男子来台工作将近四年 去年11月通报失联 而被害的公投其实也是同伤 离谱的事也跟着跑不见了 警方就怀疑他可能也是失联移工 只是这回嫌犯为了四万元薪水 钱没逃到身份却先曝光 狼狈落网 接下来旁边杨文豪新北报道 高雄有民众控诉日前 带着家人入住林亚区的一间连锁旅馆 没有想到浴室竟然没有窗帘 一旁还有工人正在施工 执疑隐私被侵犯了 而旅馆事后的处理方式 也让他相当不满意 对此旅馆的主管回应说 没有事先的告知 是员工的疏忽 未来会加强训练 小保官也表示说 如果后续的解决方式 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 建议民众提出申诉 旅馆浴室内两面大大的落地窗 不仅没有窗帘 对面还有工人正在施工 高分被质疑 没有窗帘遮蔽 全被别人看得一清二楚 到底怎么洗漱泡澡 指控隐私遭到侵犯 洪先生说 23号带着全家大小到高雄 林亚区一间连锁旅馆 花5000元入住一晚 没想到浴室不仅没有窗帘 事后和柜台反映 对方的处理方式让他很不满意 洪先生还表示 之前似乎早有其他旅客 反映同样问题 旅馆不仅没有马上处理 还继续让其他人入住 而对此旅馆也回应 未来将加强员工教育训练 花了钱却没有获得隐私保障 这间旅馆恐怕已经成为 洪先生的拒绝往来户 借玩家装权高雄报道